好 苗栗這一局 国民党现在内斗 吵得可厉害了 因为黄建廷的一句 在苗栗的布局沟通过程当中 消耗掉很多件防弹背心 中东景真的是气炸了 我们先来看第一时间 中东景的回应 他说我心里躺荡荡 根本就不需要穿防弹背心 不过后来他有说 现在只看到国民党 刀刀剑骨追杀人 看起来他才是需要穿 这个防弹背心的 来这个委员 你看看 现在苗栗的选举已经变成这样 要穿防弹背心了 刚刚瑞德兄他提到说 中东景应该飞出来选不可 可能会请他去当总干事 那我想这个是我们本家 一个黄建廷的国大代表社 跟我同事 那我还想做一个稍稍的 把他们还原一下 其实可能说者无心 听者有意 一般来讲我知道 秘书长的角色就去折冲 那去扮演折冲的人 他可能什么 应该是说戴钢盔 会被人家定得满头包的意思 到处去折冲 一定会被人家骂 他本来应该是这个意思表达 但是有时候无心之错 反而更诚实 为什么刚亏做成黄弹背心呢 难免就是因为 中议长本身 可能一般 在社会形象上 或者在国民党高层的认知 可能他就有一些不适合 出来代表国民党 参加白礼猴角逐 白礼猴竞选 朱立伦说要谦卑 那清白跟排黑 这无疑的就让中议长本身 他就认为说 原来你们就是看我是这样 你看我黑带 你就是这样 那其实呢 我们都知道 其实国民党过去 他一直要这样的包袱 这也不能说 人家对他有歧视 因为他过去历来推出的 只要是从地方议坛出身的 能够担到什么议长的 其实过去台湾的基层的 这些议会里面的议长选举 其实呢 不要说黑影床床 都是呢 很多的买票声隆隆 那这种情况之下 当像议长的 因为过去地方的民意 在选举的时候 总统啊 县市长 这种行政首长的选举 选民会张大眼睛 把你拿出来 主动18天都拿出来检视 那么但是呢 民意代表的选举呢 尤其是地方的民意代 就比较不会 更何况议长选举 通常呢 都是那几十个人在弄 虽然有时候会看到什么 早期啦 二三十年前 要集体出游啦 到外国去 绑到外国去 投票那天再回来啦 甚至黑影床床的 这种事情都常听说 但是呢 毕竟一般社会大众 你只要不在我眼前发生 他不计较 但是你一定要出来选首长 那就不一样了 对手就会拿出来 把你检视 所以国民党倒也不是说 没有不是自知之明 他知道 可能呢 中议长本身 目前几个人选来讲 他的目前的民调是最高 但不过三成啊 但这个三成 如果到摊在阳光下 大选的时候 其他的政党跟你竞争 可能你这个三成 永远没办法突破四成 根本目标说五成 根本不能过半数当选 这个时候或许找一个形象比较好的人 但是呢 要拜托什么 有实力的人 有没有觉得很矛盾 在国民党里面 有实力的人 通常形象不是很好 形象很好的人呢 没有实力 所以呢 国民党秘书长很辛苦 常常呢 不是要戴头盔 钢盔就要戴防弹背心 要去拜托有实力的 来支持形象好的 让形象好的人呢 在大众面前接受检视 让实力好的人 在背后怎么样 操刀他的选举 不能说操刀 操盘 不能讲刀 这个防弹的弹啊 跟道啊都很敏感 所以呢 但是呢 秘书长终于说出了 无心的真心话 就是呢 他不讲钢盔 他讲防弹背心 说明了国民党本身 在苗栗这一局的选情 对于最有实力的地方人士 他们是不看好 经得起大选的阳光普照 所以呢 应该是怎样 拿个漂亮的楼梯 或安排一个什么职务 让议长说 议长啊 你就继续当议长嘛 未来的县长 一定要靠你在议会支持 才能继续的主持 苗栗宪政 符合国民党的要求 应该好话要说的 让人家觉得心里舒坦嘛 不是在外面 就明白说我们要清白的 我们要排黑 那当你被你这样说的时候 就跟瑞德兄说的 东宏被你说成这样子了 难道他不要透过参与 来证明什么 虽然我过去的不是很光彩 但是可能的选民 会还我一个什么 未来的清白嘛 未来会给苗栗啊 怎么样 如果如果他可能非得透过选举 跟选民来诉求表达怎么样 表达说他的确是已经有心的要来造福地方嘛 那当非选到底不可啊 所以呢 这个其实话说回来 桃园的情况也类似啊 其实桃园的其实这几位 要出来参选白礼侯的 都是立法委员 所以呢我们也觉得说 不是说张善政才有胜算 但是可能朱主席认为说 好歹人家当过行政院长啊 对一个胖朱格郑文燦 未来呢 不管是要选什么职务 要担任什么院长 都很有声望的 我们找一个这样的人来选才有机会 所以呢 其实也是有他难言之隐 只是有时候难言之隐 不小心说出来 就变得让令人难堪啊 秘书长黄建廷 说的感谢心来位 来敬言敬言在新北市 参选应该是不用请防弹背心啦 我们来看一下苗栗的这份民调 确实这个党中央最不青睐的中东景 是拿下30.38 好第二名的是民进党提名的徐定征 好第三名这是时代力量派出来的 宋国鼎议员 好最后一名就是朱立伦提名的谢福洪 这个看民调这样的趋势啦 民调都已经第一名了 中东景哪有不继续选的理由啊 敬言 当然我们来看 就是谢福洪确实 他不是现任的公职人员 你看像中东景他是议长 许定征他前两次财献 现场跟立法委员 纵国景他是现任的这个现议员 那谢福洪他是这个 前苗栗有这个水利处的这个处长 所以说这个知名度相对不是那么的高 那苗栗呢 跟我们一般在北部 尤其是都市的选举比较不一样 他们大概是与地方派系为重 我们知道说像苗栗就是两个派系 黄派跟刘派 那像现任的这个县长 徐耀昌他就是黄派的 那前任的县长刘正宏他就是刘派的 那在前一任的傅玄宏 这个大佬他又是这个 一样是黄派的 那所以这一次呢 这个理论上就我所知 对他们来说应该又要轮替了这样子 那你们知道说这个中东景 他跟徐耀昌其实关系是比较好的 所以说这个徐耀昌县长 我认为这一次他必须要出面来整合这件事情 他是国民党期的现任的县长 那朱主席我觉得他应该要花一点时间 再包含地方派系整合上面 尤其是针对我们现任的县长 徐耀昌县长的部分 如果他愿意出面 我们一起坐下来谈 派系能够整合 团结支持候选 我想国民党在苗栗的难题 从老公有技巧 命理专家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